近日,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时,高度赞扬香港警察,称他们是坚守岗位,克敬职守,无惧无畏,忍辱负重的优秀香港警察。 8月1日,香港警察队原佐级协会主席林志伟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,香港警队在世界上的水平一向是数一数二,近一个半月的行动中亦表现专业和克制。 但近期,香港警察受到严苛和极度不人道的对待,承受着其他人、其他行业所未能预见的压力。 林志伟称,有超过一千名警队人员的私人信息被公开,有警察的家属被骚扰,有孩子因为父母是警察而遭受欺凌。 更有人在网上煽动群众对下班的落单警察进行袭击。 对此,林志伟表示强烈谴责。 大家在镜头上都见到,有一群蒙着面,戴着头盔,戴着口罩的暴徒。 他们每一位都是在一些和平的示威之后就去集结,而作出攻击我们警察的人员。 我不会叫这群人是示威者,我会叫他们这群是一些很暴力的暴徒。 林志伟称,警察执法是职责所在,不应受到铺天盖地的抹黑、抵制、孤立和攻击。 针对近期出现的警方在执法中过度使用武力的说法,林志伟认为是颠倒黑白,歪曲事实。 他表示,警方在执法中不可避免使用武力,但始终文明克制,保持着极高的专业性和包容度。 在整个运动里面,我们同事是受到很严重的武力的攻击,有同事是被人口咬断手指,有同事是被人踢裂了头骨,有同事是被人扔东西,扔到脊椎裂了。 如果在国际社会上,其他国家在处理这些暴乱的时间,肯定用的武力不止于此,我们香港警察到目前为止,未开过一枪真枪实弹,我相信我们全世界,如果是有理性的人看到,都可以评论到我们香港警察的水平,去到哪里,最重要最重要就是,不能够将事件,黑、讲为白,不能够将我们, 我们执法的情况,被人说我们是国陆使用武力,不能够歪曲事实。 林志伟一提到,增强警方执法的法律保障十分重要。 他认为,增强警方执法的法律保障,能让警方在处理极端暴力环境时更有信心,更有效率,让香港社会尽快恢复秩序和平静。 林志伟呼吁香港警队在这个关键时间点,要上下一心,团结一致,呼吁学生看事情时,要更加的客观全面,希望他们听到不同声音。 呼吁党派议员将暴力和议员身份切割,呼吁理性沉默的社会大众勇敢走出来,制止非法示威者一起发出正义的声音。 我们香港在过往这么多年,都是全世界数一数以安全的地方,我相信现在也是,你见到游行的地方虽然是警力很多,又有暴动有成,但是其他地方呢,都继续是很安全,继续很多人去逛街,只不过有这些暴徒呢,想令到香港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跌下来, 不过,我看到如果我们警队,或者我们警队能够继续大力打击这些违法运动,而在香港上,社会上,有更多的理性沉默的市民站出来,将这些违法运动,一些这么令人发指的运动,去抵制他们的话呢, 香港是依然会继续成为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地方,这是百分之一百肯定的,香港警察在装备上,临力上,绝对是可以处理香港任何的事件,同时,肯定百分之一百,有决心继续维持香港的治安,保护香港市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